在泰国巴蒂亚街头 男子将凭矿泉水倒进杯子 轻轻一晃 水瞬间消失不见 妹子当场目瞪口呆 原理很简单 接下来我亲自给大家示范一下 好还是一样老规矩 咱们就先看表演后看揭秘 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下 这杯子是普通的一个一次性杯 是一个紫杯没有任何问题 接下来我就往里面倒点水进去 可以尽量给它倒多一点点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不需要多余的动作 我们只需要给它数三秒钟就可以了 三二一 你会发现神奇的事情即将发生 刚才明明有很多水的智慧 全部消失了对吧 是真的消失 这样子倒过来没有一点水 好这个魔术如何做到的 咱们就直接开始揭秘 好表演这个魔术 我们需要准备一样这个东西 叫做凝固粉 这个凝固粉 我们在表演之前 需要倒进这个纸杯里面去 你倒进去以后 它因为它也是白色的 所以观众的话 是你给它闪过去看一下 它根本就看不出来对吧 因为跟杯底的颜色非常的相似 好除此之外 我们需要给它倒点水进去 当然了 这水的话也不能说倒的太多 差不多就行了 好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给它 大概等三秒钟左右 三到五秒左右 它就可以全部把它凝固住了 里面的水就全部定住了 所以的话你这样倒过来 它是不会流出来的 那从观众的话 我们一闪而过给它看 它也是看不出来的 不注意看的话一闪过去 它是看不出里面有什么东西的 好 学会的朋友呢 记得帮我点个赞吧